見到有人想問914的Jaylene 她說她42.6入了 想問一下上網多少 以及至少位應該是哪個 42.6就跟現價差不多了 那其實說說近期海螺很強 即是市高位整固境的時間 其實它是緩慢的還是向上升的 就是都由之前低位34元邊 升到現在40多元 其實都是升得比較多 都是三成多上來的 甚至乎這幾天再慢慢上來的情況 都是初步突破了所有的平均線 連著250線都是升穿慢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問我 我對海螺的看法是絕對正面的 其實說真的看好都不是這一刻的 即是連初都有說幾件相關 上來相關都可以看好 而特別當中真的想來猜 海螺是會看得最理想的 那當然了 我於觀眾買的價格不算是很低 不是說三十多元這樣坐上來 那去到這些位置才買呢 那是會有一點尷尬一點的 因為只要升那麼多 怕未必夠力再上 那所以我想如果這樣說 如果你不是說真的拿太長線的 因為其實海螺本身的估值很便宜 就算這些位置的估值也是便宜 我覺得不是說太差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定一個可能短期的上落操作來計 剛才提到就是因為它近期慢慢都升穿了所有的均線 那我覺得你可以以大概是一個半這些位附近 即是距離現價低一元左右 也都近到250平線左右 如果真的跌穿這些位置的 那你可能輸一元附近 可能考慮先走一走或者減一減 那但是如果這些位置都不明顯失手 不明顯跌穿的 其實我覺得不妨拿著它 反而看看有沒有機會上 試上去剛剛之前二月份的高位 45.60至46元這些位置做個目標位置